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歡迎收看這一節《天氣報告》 我是李鳳盈 香港這幾天暖暖很多 今早在各區錄得的最低氣溫 普遍介乎在17度至18度之間 而天色方面 可以看到華南沿岸地區 其實今天也有雲覆蓋住 不過雲之間其實有些縫隙 所以我們今天可以看到陽光 由於今天風比較小 以及有陽光的關係 各區的最高氣溫都上升到24度左右 除此之外 其實今早早是部分地區有霧 在華蘭島錄得的能見島 最低曾經跌過100米以下 在這張天氣照片亦可以看到 華蘭島附近的島嶼都被農霧影響 若隱若現 看得不清楚 要等到日出之後 農霧漸漸散去之後 才可以看回華蘭島對面島嶼的情況 至於接下來幾天的天氣預測 可以看看氣壓的預報 我們預計 中國東南部的高壓仔 會在未來一兩天再次建立 我們會吹一些偏東風 不過在風場預報也可以看到 這些偏東風其實都是由海路而來的 所以會比較潮濕 至於詳細的今晚和明天的天氣預測 是大致多雲 早晚有幾陣微雨 懸岸有霧 明天部分時間有陽光 天氣溫暖 氣溫介乎在18度至24度之間 風勢方面是吹微風 明天轉吹和緩的東風 稍後風勢清景 展望未來兩三天 早晚依然是天氣潮濕 和日間是天氣禍暖 最高的氣溫就會上升到 21度至23度之間 這一節的天氣講到這裡 再見